老爸,我们拍毕业照,你能去吗? 他这个要,下楼都飞机怎么去啊? 我这样去拍照啊,好笑笑 毕业照都没摆准,你这六年不等于摆焦了 扎心了老铁 同学们,等会想让你拍毕业照 你拍毕业照? 不行,我必须得去 首先是要跟医生商量,提前把长矿膏换成短的 因为我家住顶楼,上下楼是最大的难题 第一次感觉下楼这么大 见到孩子们的那一刻,这些泪与汗水,好像也不算什么了吧 虽然有时候他们真的很调皮 但邻近一边,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老师心里却又充满着不舍 愿他们在未来的路上,贴经斩棘,勇往不前 王老师住院这段时间,看似不在家,但又好像无处不在 我不在家,他听话 嗯,这个怎么说呢 不用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我给亦准备了几个道具 专门知他不听话 这是知他赖床的 闺女,起床了快点 一会就迟到了,赶紧起来 嗯,起床 迟到你别来上饭了 这是防他写作业走神的 闺女,别玩了 看看这个吧 谢谢妈妈 你爸规定一天只能看半个小时啊 你超时了 你不说他别会知道的 我怎么来试音啊 我可没说啊 老爸 半小时到了不能再看了啊 根本就没有,你怎么知道的 平板登到我罩号 我手机就能看到 好了,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你俩在家注意安全 老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快点 你在家听话就行 嗯 他赶紧回来吧 原来你这么想他 其实你看不见的敌人 永远比看得见的更可怕 这次我去学校当志愿者 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天天回家 告他的状 你看在队伍里 和前面说完了和后边说 和后边说完了和左边说 和左边说完了 右边我可没说 右边是隔壁班 你也不认识啊 哈哈 老师扶这个任务 没什么卡的啊 祝你阿子最大声 以后我真想阿子小声 哈哈哈哈 人家都集合了 你俩还在后边漫游你 老师批评你俩 你同学都低下头 你还在那这里立正 不要哭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心疼你一秒钟 这是大一年龄一以上 最后一个612同学 所以王老师决定 你一定要给他过一个 不一样的节日 是的 他做到了 手术那天他前脚刚走 孩子就绷不住了 这天他正好有个活动 我很担心 他会因为爸爸的事情 受到影响 大好像是我多虑了 这状态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 我还有个在医院 躺着的老父亲 直到活动结束 他赶到医院 把奖杯交给爸爸 哎呀 看着这个奖杯 是不是腿都好了 参花开发 原来在不经历间 他真的长大了 多了一份勇敢和担当 祝我的小姑娘 永宝同心快乐成长 小的姑娘 好